那我们新一代的生物纤维呢 它其实跟一般传统的果仙的生物纤维 是完全不一样的哦 新一代的这个维珍生物纤维呢 它每一片面膜不是用果仙做出来 它是一片一片用菌种把它培养出来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片面膜都是种出来的 那种出来的这个生物纤维面膜的好处就是说 它的这个纤维的密度是奈米级的 它等于一片面膜里面就有大概一亿七千万只的微小的微珍 这个微珍可不是说真的会刺的那种微珍哦 它是纤维非常非常的细小 它是我们毛孔的大概一半下的 所以当你敷上面膜的过程当中 一亿七千万只的这个小微珍 就会进入到你整脸的这个毛细孔里面 那培养这一片面膜非常的不容易哦 这每一片面膜它在无菌室里面 它要培养大概21天的时间 才会从一个盘子里面注入的这个水 营养液跟安全的菌种 透过21天的培养 水里面自然就会长出一片膜出来 那这一片膜呢 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21天培养的微珍生物面膜 你知道吗 肌肤是最有感情的 它感受爱 感受你的存在 热情和冰冷 它比你先知道 它如此细腻 谁能细心呵护 除了自己 还有它 Ludia 一直在我身边 Ludia 维珍生物面膜 含神奇Cino海藻精华 它有多好 你一定感受得到 你爱肌肤 它更爱你 Ludia 维珍生物面膜 Ludia 维珍生物面膜 约 这一sehen 这